这个小胖一边睡觉 一边哗啦啦流水 第二天起来 竟然蜕变成了郭富城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一脸不可置信 忍不住上手拍了一巴掌 然后立马给亲人打句电话 更神奇的是 他不光消肿 还发现身边的事物全都变慢了 一抬手就能抓住一只蚊子 男人叫小郭 之前也不是胖子 他一直在马戏团当小丑 自诩是小李飞刀第27代传人 这天他跟随马戏团 来到马来西亚演出 在舞台上小郭正打算 表演自己的飞刀绝技 他让观众拿着苹果 正准备射击时 一个飞刀就抢身分数 原来男人才是马戏团的台柱子 他叫大厨 见到小郭竟擅自表演自己的绝活 他让小郭在转盘上荡起了把 一刀两刀三刀 刀刀精准但不致命 赢得了观众的一致欢呼 小郭则被吓得瑟瑟发抖 大厨才是名不虚传的飞刀王 不仅计输了德 人气也很旺 手下还有一帮小弟追随 就连马戏团老板达叔也要尽他三分 晚上歇功后 达叔劝小郭放下执念 不要妄想成为飞刀王啊 可小郭还是很不甘心 就在这时 他偶然听见大厨带着一伙人 说要去挖宝藏 便悄悄尾随他们一起跟了过去 可大概是盯得入泥了 一不小心就滚下了山坡 为了剧情的发展 他肯定就被发现了 小弟本想灭个口 但大厨阻止了他们 觉得带着小郭 说不定还有点用 于是就看到小郭背着东西 打起了头阵 在山洞里 他们发现了很多骨头残骸 这些骨头像人的 可又比人类的更大 接着他们又看见了一堆箱子 大厨打开了一个 拿出了一个炸弹形状的罐子 为了安全起见 他逼着小郭上前打开 好家伙 里面竟然都是大金房 这下岂不是发财了 见状 大厨就示意小弟解决小郭 小弟带着小郭来到旁边 里面的大厨一行 继续开着剩下的罐子 可突然一个罐子 就喷出了一堂黑烟 原来这个山洞 曾是二战时期 日军的生化实验室 黑烟也是当时 遗留下的生化病毒 大厨和手下们 吸入了很多毒气 挣扎跑出山洞后不断呜吐 这一波毒圈攻击 恰好拯救了小郭一命 同样他也吸入了不少毒气 跑到码头后就开始口吐白沫 随后就晕倒在了一艘 开往香港的货船上 船员看见小郭清津暴起 害怕他是染了啥病 就直接把他丢进了海里 但好在他命大 飘上岸后 他竟然变成了一个大胖子 看着自己肿胀的身体 他无比慌张 可折腾了一晚上 小郭肚子饿得咕咕叫 随即就抓起了村民晒的咸鱼干 吭吃吭吃地吃了起来 结果被村民发现了就是一顿毒打 费了好大力气逃到马路上 正好被好心的美女记者小琪救起 还开车把他送回了家里 累了太久的小郭倒头就睡 而与此同时 大初他们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异 很快香港也发生了 好多件大型的抢劫案 盗窃者们没有武器 但手段残忍且办事迅速 警察都查不出踪迹 他们正是毒气感染 完成变异的大初一行人 这一系列案件令大众震惊 警方随即请到了 内地高手阿金和秀华来一起调查 而小郭这边 一觉醒来全身都缩手了 重新恢复了之前的模样 虽然外形恢复了 但他突然发现身边的事物 都变得很烂很烂 一个抬手就抓到了一只蚊子 小郭也没细想 来到街上准备吃点东西 刚出门就看到了一起抢劫案 看见如此紧张的情形 小郭就做起了吃瓜群众 突然他发现自己 竟然有了千里眼的能力 百米开外就像开了八倍镜 这时 记者小琪也赶到现场 小郭热情地朝他打招呼 可他和晚上差太多了 小琪完全没有认出他来 小郭叨叨了好久 小琪这才认出了他 突然间歹徒就开了一枪 小郭捡起一个竹签 下一秒 这牛叉的一记飞竹签 让小郭瞬间就被包围了起来 小琪见状立马拉起他跑了出来 坐上车后 他请求小郭帮他做个人物专访 这时 大初等人从电视上看到了 小郭的新闻事件 看着小郭的样子 他怒了 为什么人家变成了郭富城 而自己就变成了无眉心人 医生解释说 可能是因为小郭体内有抗体 所以不会对气体产生过大的反应 随后 在小郭接受小琪采访时 大初就带着小弟找到了这里 一看到小琪 大初就开始散发高质量男性的魅力 原来他之前就是小琪的粉丝 这看到偶像了 还不得更加油腻一点 但现在正是要紧 他要抓走小郭 磕下他带有抗体的血液 这样才能挽救 因变异失去了的美貌 可小郭变异后 也不是吃醋的 伸手敏捷反应咔咔咔咔 大初只能自己冲啊 就在他准备起刀放血时 几个鞭炮丢了过来 阿金和秀华赶了过来 赶紧给他们注射了麻醉剂 但大初毕竟是老大 属实厉害 刀枪都伤不了他 与此同时 小郭突然变得满脸通红 一把就甩开了勒着他的小臂 然后就化身了金刚狼的模样 飞刀飞向了大初那边 对方也不甘示弱 一把飞镖还击了过来 躲在一边的小琪恰好拍下了这一幕 一番斗法后 大初受了重伤 一名变种人命丧当场 小郭也因为力气发大了 直接晕了过去 阿金两人将小郭送进了 警方的隔离中心进行治疗 变种人事件已经是人尽皆知 小琪对警方说 不如把小郭打造成一个全民英雄 这样对警方和民众都好 互相还能建立起良好的信任 警方答应了这个建议 还顺道安排了阿金和秀华保护小郭 在小琪这个媒体老油条的包装下 小郭这个人设算是彻底名声大噪 在一天天的相处中 小郭和小琪也互生情愫 谈起了恋爱 而另外一边的大初几人 也完成了新一轮的变异 这时的样貌就更加难看了 再看一眼电视上的帅气小郭 大初顿时怒火中烧 他再次找到小郭 认定只要喝了他的血 就能变回以前的帅气模样 还能同时占有小琪 听到大初的邪恶心思 小郭终于不再唯唯默默 立马和大初打了起来 但现在的他完全不是 二轮变异的大初对手 没打几拳 就趴在地上开始抽搐起来 大初一看这情形 立马就开始撕咬小郭的胸口 喝了一大口后 他的样子却没有任何感应 心心念念的眉毛还是没长出来 他发了狂斑踹打小郭 好在这时秀华带枪赶到了现场 阿金也对付上了女变种人 用葵花点血手制服了对方后 女变种人竟然选择了自保 阿金赶到现场之缘 可此时的阿金还不知道 大初这边还在酝酿大招 老头 你打不过他的 阿金自行出招 他手拿钢刀插进大初的穴位了 另一边 秀华为了帮助阿金 被大初的小弟盯上 但他完全不是变种人的对手 阿金已经把大初身上的穴道扎了个遍 可此时 大初竟又开始了第三次变异 还在不断进华 阿金看见秀华受伤 带着他和已经晕倒的小郭离开了现场 路上还在盘算下次见面该用什么招数 一转头发现妻子已经奄奄一息了 最后秀华撒手一事 阿金通过针灸救醒了小郭 然后教他如何掌握变种的力量 而另一边的大初却是杀红了眼 他来到市中心 开始大肆屠杀 小郭在阿金的教导下 也逐渐掌握了飞刀的绝技 阿金也把大初的死穴告诉了小郭 此时的大初坐拥金山银山 可他还是觉得很空虚 他打电话给小琪 说自己很想见他 第二天小琪来到警察局 打算联合警方抓住大初 警方提前布下天罗地网 但大初等人已经在不断地变异下 能力越来越强 人类警察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很快 大批警察就被解决待见 大初破门而入 手拿鲜花对着小琪表达爱 然后抱着他从窗户一跃而下 半空中小琪抛出手枪 对着大初不断地射击 打算和他平归于尽 为小郭报仇悬挥 就在快要摔掉地上时 小郭出现接走了他 小琪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的爱人并没有死去 身后的大初见状追了上来 脊脚就把小郭给踢飞 又再一次抢走了小琪 阿金用凝针点血 准备消灭另一个变种小弟时 可对方太过厉害 他被打得毫无反手之力 突然他看见天然气泄露 下一秒 而小郭和大初的决战也拉开虚目 两人朝着对方射出飞刀 打得难分上下 大初再次飞出第二刀时 小琪拉住了他的胳膊 却被连带着甩了过去 小郭为了接住小琪 就被飞刀一下刺中 大初见此情形直接一脚 飞刀刺入身体 小郭也飞了出去 大初还想上前补刀 好在小琪开着货车撞了上去 但这对大初来说都是小儿科 两人再次飞刀出击 但这时小郭看到了一家人 被困在车里 他不再有意 扔出飞刀救下了那家人 中刀的小琪晕了过去 这时大初又扔出了一把飞刀 小郭捡起一块玻璃飞了过去 最终玻璃被击碎 但玻璃碎片全都扎进了大初的眼睛 小郭逼出体内的飞刀 终于将大初一击毙命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琪也没有离开 最后两人过上了甜蜜的生活 这部影片算是很早的一步 华语变艺人动作片 虽然剧情有点老套 但是为了小郭小琪 和阿金还是值得一看的 还有什么比葵花点学手 大战变种人更有趣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全程戒备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